亦都有的士司機被指涉及釀繩交通以外 他的的士被暴徒數次損壞 包括打爛他的槍的玻璃 在有一城我們都有見到超過20名穿黑衣的人士 打爛商店裏面不同的設施 警方重申就任何違法的行為 警方必定嚴肅跟進調查 對違法的人我們定必會全力拘捕